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 有一个很想不通的问题 大家都是自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炎黄子孙 为什么台湾岛内却弥漫着台独的情绪 为什么有不少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政治 甚至人类心理学等方面的因素 但是影响最恶劣、作用最持久的 还要数日本法西斯在台湾几十年的奴化教育 下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 当年日本人在台湾进行的黄民化运动 1895年因甲午海战战败 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 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 消息传到台湾后 台湾民众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抗争 一批批抗日制式相继牺牲 再加上日本人不断的残酷镇压 时间长了 台湾人就渐渐陷入了沉寂 台湾作家吴卓流在自传题小说 亚细亚的孤儿中 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遗孤心理 形象的说明了台湾当时的悲惨状况 最具血性 最负抗争精神的父辈都牺牲了 留下的都是孤立无助的孤儿和老弱妇孺 日本人在台湾不但进行残酷镇压 同时还不遗余力的推行奴化教育 实行全方位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 想从精神层面彻底将台湾人民 驯化成为合格黄民 因此又被称为黄民化运动 首先全面禁止台湾人的汉语教学 关停所有中文私塾 取缔所有中文报刊 在学校强制推行日语教育 不仅孩子要学日语 所有台湾百姓全部都要学 村村都设有国语补习宴校 逼着全体台湾人学习日语 对于那些努力学习 全家都掌握标准日语的家庭 还在门前悬挂国语家庭以示嘉奖 有了这个就等于开启了诸多方便之门的同行证 比如就业职务提拔等等 单纯日语教育还不算什么 更恶劣的是 日本人还开始大力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 学校师生每天第一件事 就是集体恭恭敬敬的肃立 面向日本皇宫的方向举行摇摆仪式 九十度鞠躬 三胡万岁 并高唱国歌 君之代 学校还专门供奉日本天皇的照片 全校师生每天都要对着他鞠躬 学生必须随身携带一本天皇赤语读本 每天都要恭恭敬敬的朗读 背诵天皇的各种赤语 从小培养孩子对日本天皇的崇拜 其次 对台湾人民进行精神奴役 全面禁止中国传统文化 无论是大的节庆风俗 还是家庭的生活习惯 必须按照日本的风俗 传统庙语被废弃拆毁 建起日本神社 逼迫全体台湾百姓 尊奉日本皇族神天照达神 甚至连家庭的祖宗牌位 也必须撤下来 换上日本的神龛 另外 传统的中国服饰 也禁止穿戴 都要穿日式服饰 甚至家里的匹柴如何摆放 日式浴盆怎么用 都必须接受日本警察的督导 不合格的 全家老幼 就会遭到日本警察的责骂提罚 中国人讲究血脉相承 表现之一就是对姓氏的尊崇 有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的民族气节 但是 日本法西斯逼迫台湾人民 必须更姓改名 换成日本的姓名 企图让台湾人从此自觉的把自己当成日本人 这些严格而用蛮横的奴化制度 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极其憎恶的 很多人都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反抗 包括暴动和偷渡回大陆抗日等等 但是 也有一些民族败类却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认为这是自己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就向日本人拼命讨好 摇尾其连 更可恶的是 这些人在日本人的扶持下 掌握了台湾的各种大权后 又开始变本加厉的对台湾民众进行奴化教育 篡改台湾的历史 结果造成了现在台独势力横行岛内 很多不明真相的台湾民众 也被蛊惑煽动的局面 明白了这段历史 也就明白了如今的岛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要想彻底扭转局面 就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坚决打击台独势力 二是加强对台湾民众的历史教育 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 当年日本人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只有这样才能让台湾真正回归祖国 好了 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 每天都在